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来到花莲 在议长张骏以及县府副秘书长张艺华等人的陪同下 参访了花莲县境内的养猪场 了解养猪农的情况 而对于进口猪的冲击价格下滑等表示 难道100亿的护猪基金 是要把台湾的猪农养猪业给灭了吗 要求执政党必须要负责 29号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来到花莲 与花莲县议会议长张骏等人参访了花莲县境内的养猪场 江启臣说政府将开放美国猪进口 这对于在地的养猪户来说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现在昨天他那个消息出来之前你知道吗 知道 我们之前不知道 昨天他公布就知道 所以公布以后你才知道 所以之前也都没有跟你们有什么讨论 对对对没有 那你这样怎么办 有准备吗 我们没有准备 完全没有准备 这个近来对我们产业 台湾的信物产业真的是打击非常大 目前我们 因为我们原物料都要从美国进口 从外国进口 我们的成本比人家高 江启臣说 目前将开放进口美国猪 而后端加工产品如何清楚进行标示 仍有一连串疑问 政府其实都还没和大家沟通好 就开记者会公布 不论中小型 大型养殖户都会面临很多的限制竞争 仓促的决定对于养猪农来说 实质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跟冲击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